虎皮兰应该是这种挺拔的 坚挺的才好看 但很多花友养了这个虎皮兰 出现了这个导服的现象 完全做不到像我这盆这么直立 那么虎皮兰出现导服的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施氮肥过多 很多花友觉得它是一个官业型的植物 就猛的给它施氮肥 氮肥可以用 但是不应该长时间的使用 如果你想长时间使用的话 最好是选择这种肥 这个肥呢它既能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 同时呢它的含甲量非常高 能够保持这个植株的支撑性 不让它出现导服 让它足够的坚挺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长时间的阴壁养护 我们的虎皮兰 它是可耐阴也可耐太阳照射 那么这种植物呢 如果你长时间阴壁的话 它的叶片就会出现发软 但是呢它没有问题 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官场形态 让它不太好看 还有第三个就是浇水浇得太足了 如果浇水浇得很足 这些叶片它很重 同时呢它支撑不住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种叶片导服 搭纳下来的这种情况了 如果你养的虎皮兰呢出现了导服 那么就从这三点里面去找原因就可以了 因为大多数人呢比较容易犯的 都是这几个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已经停止了